今天您将收看的是 他一生汲取前任默刻的审美情趣 忠诚享誉盛名的明代绘画大师 今晚我们品画 共同走进球英青绿山水间的单亲人生 大家好 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看到的是今晚我们品画 明代画家球英和明代的沈舟 文征明和唐颖 并称为无门四家 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家 他是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 同时也是一位美术评论家邵琪老师 来到我们节目做客 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球英 以及他的传世之作 您好 球英 自时赋好时舟 中国明代绘画大师 他专注于人物绘画 尤其擅长侍女 脊弓射色 友善水墨 白描 能运用多种笔法表现不同对象 或远转流美或尽力艳赏 球英是无门四家 那么它和其他的三门另外三位相比 它有些什么样的特点 你如果把四家画放在一起 第一个看到的特点就是 球英的画上面画很多字很少 我们现在说法就是 它基本上是一个穷款 就签个名就结束了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 你会看到跟其他四家相比的话 球英的话一定会让你觉得是眼前一亮 因为它的色彩会非常浓艳 非常浓重 看起来会觉得非常漂亮 所以这是才我们从画面上看到的一种不一样 那么当然它跟他们的经历也不一样 因为我们说到了明代以后呢 尤其是经过宋到元进入明以后 其实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文人化阶段 那么其他三家 像沈州 像文泽民 像唐颖 那么他们都是宝学知识 读诗书出来的 那么球英呢 相对来说 他就不是出生上 早年的这个经历上面 他就缺乏这一块 所以他跟他们九星成的不一样 他是七公出身 然后他的画呢 色彩特别艳丽 鲜亮 那么这个和他的这个 之前所从事的七公的工作 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 有直接关系 因为我们说球英早年呢 是做七公 那么我想 七公呢 跟我们今天理解的 七公不太一样 球英的这个七公呢 而我们今天说法呢 叫公益美术家 它不是刷油漆 它是在上面 画图案 画画 当然是用的是油漆 这个经历 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也正因为这段经历 所以导致了 他跟其他三位不一样 因为他去做七公 所以他没有时间来读书 所以他跟他们 落款上面文字就少 他很少写诗去提在上面 但是也因为七公 所以他对色彩感 就其他人没有 文贞鸣 沈舟 他们都没有这样一种色彩感 所以他在画里面 他可以用非常浓重的色彩 配色调 然后呢 大胆 而且在色彩的 纯度和明度的运用上面 他都达到了一个高层 所以这个在他的早期的生活中间 对他后面的绘画的创作 是有非常直接的一个影响 当然他在这个长期的 这个训练当中 因为球鹰呢 就是我们说 他是那个时代的绘画的天才 他的造型能力 他对色彩的掌控能力 以及他对很多题材的理解能力 这个都是得到当时一致功能的 球鹰跟唐颖是同门师兄 因为他们有一个 共同的老师叫周成 那周成为什么收了唐颖 还要收球鹰呢 那球鹰没读过什么书 那为什么收他 因为他在绘画上 有极高的天分 所以他当时不仅是得到周成的欣赏 或者说是看中他的才华 同时当时的大量的藏家 收藏家 也对他非常看好 那当然社会上对他 这个高超的绘画记忆 那更是追捧 是 是不是就因为他对绘画的 极高的天分 我们知道这个球鹰 他在临摹宋代的绘画模本上 是颇有成就的 那么在这一点上 他受了哪些这个画家的影响 他在临摹的这个模本上 又有哪些特别出名的作品 球鹰他有很高的绘画天分 因为这个天分被周成看中之后 另外一个 当时大藏家 苏州的大藏家 向远扁 江南 这是我们说半个艺术收藏 都在他那里出来 向远扁也非常看中的 那么大藏家 他有售了很多古画 其实很多藏家 都有这个愿望 就是说能不能够做一个模本 那大家都能够流传看 而这个真本呢 不要拉拉拉去 把它弄坏了 那么球鹰呢 就被向远扁 请到家里去 差不多有十年 帮他自己去临摹 当然他也是学习 这就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张泽端 我们知道这个宋代 封俗画 那是国宝的 对吧 那么球鹰呢 我们现在也知道 球鹰也有他的清明上合同 只不过张泽端的清明上合同 画的是扁量 球鹰的清明上合同 画的是苏州 球鹰的清明上合图 采用了清绿重彩工笔 描绘出明代苏州热闹的市井生活和民俗风情 这幅画长达9.87米 高30公分 画中人物超过2000个 天平山 运河 古城墙 一个个当时苏州地区的标志性建筑 皆清晰可变 整个画卷充满了山清水绿的明媚风光 那他的清明上合图和张泽端的清明上合图 除了这题材地点不一样 在画法上以及用色上有什么不同呢 画法上他也有一些他自己的特点 那比如说这个他的色彩就比张泽端 那个要鲜艳 很多细节的处理上面 他比张泽端更有一点积蓄在里面 你比如说他看戏的时候 他会把一个人画到一个树丛里面 看不到的时候 他就把人爬到树上去 让他在树丛里面一个人画一个人 他也会画街头打架 拽着大家的头发在那打架的 他也会有勾肩大背的 就是说他对社会生活的一种观察 非常细腻 然后也都会呈现到这个画面中间 所以他跟张泽端同样 是一个现实的一种描绘 跟张泽端一样 他也把他的生活的理解 人情中间的喜怒哀乐 包括争执 争斗 他统统都给你放到这个里面去 所以他的清明上合图 和张泽端的清明上合图一样 不仅是一个洪福巨制 同时他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录 所以这两件画 他们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但可能还有更高的史料价值 史学价值 我们知道这个球英 他还有一个就是仲采逝女 这是他的画作当中 非常突出的一部分 那么如果说仲采逝女的题材的话 您会最为推崇的是哪一个作品 那就是汉宫春夏 这是球英的我们说的人物逝女 这一块的一件代表作 这个取材就是汉宫苑 汉代的宫廷的一个生活 也是一个长卷 一个是他的右色人物的造型 然后呢细节的布置 这张画呢 汉宫廷他几乎没有屋顶 他画的是下面一部分 是为了突出人物的一个行为 那么这里面有折画的 有搅拌的 然后在整个布局上面 他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从这个卷手的时候 它是一个进宫的城墙 围墙进来 然后是宫殿 然后这个殿里面有偏殿 正殿 偏殿上来做什么 正殿上来做什么 然后再出去的时候 看到还有一个围墙 围墙外面还有一个守卫 所以这些 一个完整的一个叙事的故事 那么最重要的是 囚英在这幅画中 他把侍女这样一个 绘画的一种形态 我们说唐代不是说 比较流畅肥瘦 那么宋代可能就相对来说 比较轻瘦一点 但是到了明代呢 那么说这一种宫女 侍女的一种 婀娜多姿的这种姿态就出来 那么这个我们说 像唐颖也画过秋风完善图 那也是一个侍女 我们看到一种 骆不进风的那种 那你会感觉一种 楚楚可怜的那种 非常可爱 楚楚动人的那种形态 那么这一点上 我觉得囚英跟唐颖 都从他老师那里得一点 然后各自又发挥出来的 这个侍女的一种形态 所以这个囚英和唐颖的 侍女的风格 在清代以后 一直到我们说 海派艺术的时候 这个侍女影响非常深远 非常深远 那么还有一幅 叫西元雅基图 那也是这样的一个题材 据说在这个早些年的 纽约苏富比的拍卖当中 拍出了60亿的天价 那么这幅画我们都没有看过 能不能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这幅画 为什么有那么高的价值 这个是非常惊人的一个爆调 或者一个拍卖的成交 那么其实中国艺术 中国的艺术作品 爆一个什么价格 我觉得都不要惊讶 因为它确实是非常了不起 那么 囚英的这个西元雅基 是她的作品中间 同样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件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文人的题材 西元雅基的这个初点在于哪里 初点在于 北宋时候的驸马爷王生 他有个花园 叫西元 那么经常邀请一些什么人来雅聚呢 来赏画 喝茶 吟诗 论道 什么人呢 那就是苏东坡 那就是黄庭街 那就是秦官 那就是元通大师 佛道的 卤道的 诗人的 画家的 这些人在一起 他们在那里 文雅基 李公林有一个 因为苏东坡 李福他们都喜欢 然后他就来了 李公林就画这个虚原雅基 最后他忍不住 把自己也画进去 然后这个题材呢 就变成了文人中间的一个 我们说人物化 表现文人生活的一个母题 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 大家都在这里画 囚英来画这个的时候 他就像是李公林一样 对吧 你这些大的文人的 就体验了李公林当年 画虚原雅基的这样一种心情 其他的画家画这个虚原雅基 这个后花园感觉 就像是很自然的 一些荒野原野的 李公林画都是白苗的 但是 囚英的 这幅 他就是画了宫廷 因为他 可以用浓重的色彩 囚英还可以画戒画 画建筑 戒画 非常工整 然后把人物放到这个里面 所以他是一个能够 想象还原当年真正西原雅基的 那种场景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 最具代表性的佳作 《间隔图》 是囚英晚年 客居于收藏家 向原变家的时候 所模仿的历代名记 囚英的流传作品较少 其中 上海博物馆仅存有23幅 最具代表性的佳作 《间隔图》 是囚英晚年 客居于收藏家 向原变家的时候 所模仿的历代名记 图中 连山险绝 雅丽如坯 气势奔放 人马沿山腰行走 或隐或现 生动地描绘了 蜀道行旅之难 其落笔 饥渴乱真 这个画好像跟刚才您所讲到的 这两幅画的风格有一些不同了 能不能说说看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是和它创造的年代有关 那么在这个年代的背景之下 那囚英又是怎样的 一种绘画表现 《间隔图》呢 应该是 《球英》比较晚的一件作品 那么这件作品 它在不同的地方 第一 首先是 它拿出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非常巨大 这个巨大是 它高三米 宽一米 是长的 一幅 高又高又长 其实翻写的是 一个李白的诗意 所谓蜀道 难与上青天 《间隔》就是 是蜀道中间最艰辛的一段 最终 那么《球英》在这张画里面 它就发挥了它的一个特点 把人物可以画得非常传深 其次就是说 它把画出了这个蜀道之间鲜 我们看这张画的时候 我看到它这个画 人物在这个底部 有骑的 骑的 走路的 然后这个 剑阁 就是悬崖上 抓出来的剑道 它在剑道上面有一群人 那是在中间 你当你抬起头来看的时候 你发现 画到最顶端的时候 还有人在那上面走 这个艰辛 就是说危险 道路的艰难 这些东西 就表现得非常充分 它用这样的构图 感觉有点像我们这个 二维三维的那种表现手法 就好像你站在这个高山面前 对 就是你感觉就是这个 仰头就是路在天上 有种画面 把这样一种高危险的 这样一种场景给你呈现出来 这个是它的一个特点 所以构图上面非常奇特 第二就是它在表现上面 它已经跟这个 我们前面说的 续元雅吉 那些汉工 这个就不太一样 它这里面就在 三十树木的这些描绘上面 往往更多的带有一点 我们说的文人化的这个色彩 因为它尺幅非常大 所以它对你的用笔 线条的要求都非常高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画 这么短一个线条你可以画 但它也的线条要很长 这就显示出它的这种比例 巨幅作品中间 能够把这些线条能够留得住 并且能够表现得非常有味道的 有比例的 那这个是间隔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 它跟它的其他的金工稀 做的东西不一样 恰恰是这种比较豪爽的用笔 比较深辣的用笔 跟这个高显 俊安的这样一种场景 它是配得起来 所以说它的构图 跟它的用笔的线条 都在烘沥这个气氛 所以到了这个面前 你会对象的时候 那种森林起竞 感扑面来的那种气息 就会出来了 还有一幅作品 他也不得不提 《桃源仙境图》 根据桃源明的这个作品 《桃花源记》 大概给予它的一种灵感 来创作的 那在这幅画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它对人物的表现 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似乎更为生动 而且人就是变得更鲜明一些了 是吧 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 这个作品 我们今天看来 可能是比较现代的一种手法 就是说它在这幅画里面 它非常注重 整体画面的一个色调 我们叫色调调子 它整个这个画 是一个清绿的这个调子 冷调子 通篇的都是这个 非常浓重 但是它的人物呢 就会非常跳远出来 为什么 因为它给这些人物 穿上了白衣服 所以这个色彩呢 对比就非常强烈 人物就呈现出来 所以这个手法呢 就是说 我们看了 今天我们讲绘画调子 它那个时候就讲究 这个色调的一种使用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球阴文中说 除了写诗少以外 它不写诗不等于它 不了解 不等于它 不懂文学 陶渊明的这种 它也呈现得非常好 那陶渊明在它看来 就是演化 陶渊明本来是一个 陶渊明是一个人静 但是它又化成一个仙静 那仙静它就觉得 更适合于它的一种表现 然后它把这个 整个这个陶渊明 仙静的这样一个理解 用彭来仙静的这个手法 把它扭合起来 那么就是说 仙静就是人静 人静就是仙静 然后用它所擅长的 这样一种 表现仙静的这样一种 华丽的这样一种色彩 华丽的氛围去表现 所以它这个仙静 就不仅仅是文人 所向往的那种 原生态的天原物 它就是在明代 这个整个社会 达到一个富裕阶层 繁华时代的人们 所向往的这样一个形象 您从您的角度来说 球鹰它对后世的这个绘画 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球鹰的影响呢 我们说两句 第一啊 就是球鹰我们 我大概框一框的话 估计一下的话呢 整个在当时明代到的 包括到清代 历史上有名有姓记载 受它影响的 大概有四五十个画家 这些画家呢 有一个特点就是说 都不是后来的大家 我们今天说的都是 中小名头二三流的这个 尤其他女儿的丈夫 女婿 由求是比较 名声比较大的一个 所以它的影响呢 我们说没有产生 艺术的巨匠 但产生了艺术的大家 这是它的一个 它的影响非常绵长 就是说整个到了清代 包括到了清代以后 都是有受它影响的 所以它的历史非常长 这是它第二个特点 第三呢 在当时 在明代和清初的时候 其实省州无门的影响 主要在江南地区 而球鹰的当时的影响 要比文真明 要比省州 从地域上面来说 要扩得大 那么在院体化的 这个一路风格中间 它的这个是占据了 牢牢占据了 它在宋以后 院体绘画中间的 一个高峰 所以受它影响的 是这个一路 那么像我们说的 一个是 四色轻律的这个影响 它是一个典范 第二呢 人物造型上 它也有特点 就我们说的 比如说它画的诗女 我们一直到了 海派早期的那些画家 它的诗女风格 还是可以看到 它的一些影子 好 非常感谢这个 少奇老师 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了 这个球鹰 它独特的绘画技法 从中呢 我们也了解到 对于中国绘画的一些 美学的欣赏 非常谢谢您 我们也感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让我们下一次再见 徐卫 自文长 明代著名文学家 书画家 戏曲家 军事家 他是中国 泼墨大写异画派的创始人 书与画相得益彰 意趣横生 极富韵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